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Proton对于 Lancer 的喜爱呢 就不是一般的高 Inspira 它是 Lancer Proton Vida 它也是 Lancer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Proton Saga 它也是 Lancer 而且Proton Saga 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国名车 没有人可以取代 那么今天我们就趁着国庆月 来讲一讲这一辆车的历史 在 1980 年代的时候呢 时任的首相 Mahati 就推出了向东学习政策 也就是想要向日本学习 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了汽车工业上面 也因此诞生了Proton 这一家国产汽车品牌 一开始的Proton 是采用了 Mitsubishi 的技术 因为当时 Mitsubishi 很乐意和大家分享它的技术 因此Proton Saga 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 Proton Saga 的原型车其实就是 Lancer 一开始它在马来西亚市场提供了 1.3 公升的版本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另外政府在当时为了推动国产车呢 也给了国产车非常多的优惠 例如说这个长款款啊 低利息等等的政策 因此Proton Saga 作为Proton 的第一款车呢 一发布就大卖 而且呢他们在之后呢也发布了这一个 1.5 的版本 在当年呢可以以这个价位买到 1.5 公升 引擎的车款呢 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不用说多多太多 这一个 1.5 公升的 Saga 同样的大卖 虽然讲 Saga 的引擎呢有分成 1.3 公升 跟 1.5 公升 但是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年份呢 他们的引擎都其实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比如讲一开始的 Saga 呢 虽然讲他们的 1.5 公升 引擎哪里还不错 但是呢它的阀门只有 8 个 也就是 8V 8 个 Warf 之后呢提升到 12 个 也就是那个 Mega Warf 的版本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 引擎的细节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提及了 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 1.5 公升 跟 1.3 公升 来形容他们的引擎 然后除此之外呢 一开始的 Proton Saga 是只有无数的手牌可以选择 然后在之后为了方便驾驶呢 他们也提供了这个三速自拍的版本 而这个三速自拍的版本 开过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 这个换档是比较奔一点点 然后油耗也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就是方便哦 第一代 Saga 是 Saga 家族里面卖最长的 而且最多车型可以选择的 除了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的 4 门版 Saga 之外呢 之后 Proton 也推出了这个先背版本的 Saga 也就是这个 Saga Aero Brake 然后在 1992 年他们也推出了 Saga Iswara 当时的中文叫做花蝴蝶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也比较 modern 一点点 因此呢 它也成为当时的 Proton 最热销的车款之一 Proton Saga 国名车的名字 就是从这个时间而来的 但是之后呢 Proton Saga 就没有进行换代过了 只是一直在这个外观上面进行一些重新的设计 等等来延长它的寿命 除了一开始的 Saga 然后 Saga Aero Brake 然后 Saga Iswara 之外呢 原厂还有两个 Saga 特别车型 一个就是叫做 LMSS 原厂针对它的外观设计进行了重新的升级 但是它的内装呢 就依旧还是保留着 1980 年代的设计 所以这个车型呢 卖的并不久 大概只卖了两三年的时间 不过在当时呢 因为比较 modern 的外观设计 加上还可以负担的价格 因此这台车卖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 Proton 之后又以这个版本呢 推出了一款 Saga 这款 Saga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Saga LMST 在马来市场呢 它们叫做 Transformer 这一款车型呢 只有 1.3 公升的引擎 跟无数的自排变速箱可以选择 当然因为它的这个硬件结构呢 跟之前的 Saga 差不多 所以也有一些消费者买了这台车之后 把它改成自排的车型啦 我是有看过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这个 Saga LMST 呢 最著名的地方呢 并不是讲它有着一个比较好看的外观设计 然后有个类似赛车同一的椅子 而是它突然间降价 一开始呢 这个 Saga LMST 呢 它的价格大概是 33,000 到 36,000 左右 可是在 Pro Duo Myvi 发布之后 Savi 的销量不如预期的情况下呢 原厂毅然决然的让这个 Saga LMST 降价 也就是我们讲的 Saga 26999 这个价格呢 让之前买了 Saga LMST 的车主垂心肝 但是你不能否认哦 以这个 27000 的价格 可以买到一台空间还不错的舍单车型呢 确实呢 消费者会满买单 也因此在这个 Saga LMST 降价到了 27000 之后呢 它就瞬间成为了 Proton 最热销的车款 甚至是马来西亚第二热销的车款 仅次于 Myvi 而且这款车我家里也是有一辆 我第一次开车载女孩子呢 就是开这个 Saga LMST 第一代的 Proton Saga 从 1985 年面试开始 一直卖到了 2007 年 前后经历了 22 年 如果你是 1985 年出世的时候 到 Proton Saga 第一代停产的话 你都已经 22 岁了 而且呢 它是马来西亚销售时间最长的车款 就算你放在世界范围呢 它也是可以排得上号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呢 Proton 就被人家挂上了一款车 卖十几年的这个标签啊 可是在当时呢 Proton 的 CEO Shai Zainar Abidin 也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的那一个人 他就决定推出第二代的 Saga 因为前面的 Saga 虽然卖了 22 年 可是中间他们有些设计的改变 所以看起来也没有这样单调 可是这一次呢 在 Shai Zainar Abidin 的计划下呢 他要打造一款全新的 Saga 出来 迎合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需求 也因此 Saga BLM 也就是第二代 Saga 诞生的 这个第二代 Saga 呢 其实也是蛮神奇的啦 我们前面有讲到嘛 这个 Savvy 的销售成绩不如原厂预期 但是 Saga BLM 就是基于这个 Savvy 的平台开发而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开过 Saga BLM 的朋友啊 你应该会知道这个底盘其实还不错 以这个价位来讲 它的底盘是无可挑递的 然后 BLM 的意思就是 Baseline Model 也就是讲它是 Proton 最入门的车款 在当时呢 Proton 的车款分级跟现在不一样 它们是分什么 Line 什么 Line 例如讲 顶级版叫 H Line 中间版叫 M Line 入门版叫 B Line 而且这个 Saga BLM 还推出了一个叫 N Line 小N 的版本 这个版本基本上就是 Gossong 什么都没有 就是给你唱鸡啦 然后门锁这样子罢了啦 可是三十一千的售价 三万一千块马币的售价 还是让它成为了马来西亚的热销车款 而且这款车型呢 是 Proton 跟 LG 合作开发的 它只用了 18 个月就开发完成 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纪录 这款车发布之后呢 你可以讲它确实很空啦 它的外观设计就是简简单单 内装也是硬质塑胶 但是呢 它就切中了当时马来西亚消费者的需求 就是使用 所以一开始发布它就大卖 也继续它的前辈 Saga LM ST 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销售第二名的宝座 在当时只有一款车可以威胁到 Myvi 的地位 就是 Saga BLM Saga BLM 跟第一代的 Saga 不同 它采用的引擎是 Proton 自己开发的 CAMPRO 引擎 一开始的 Saga BLM 只提供了 1.3 的 CAMPRO IAFM 引擎 它的引擎最大马力大概是 92 HP 左右 然后它的峰值扭率表现 121 Nm PPA 的变速箱是无数的手牌 或者是四速的自拍变速箱 可是如果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CAMPRO 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 CAMPRO 就是吃油魔王 那时候在网络上面 消费者给了两款车两个很好笑的外号 一款是 Nazaria 也就是以前的 Kia Carnival 那一款车的外号叫做大油魔王 至于这个 Saga BLM 则是小油魔王 虽然讲油耗高了一点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很实惠 所以大部分的消费者基本上都不考虑它的油耗 买就对了 Saga BLM 的单月最高销售记录 有达到过 8000 辆 这个成绩是目前所有 Proton 车款都难以达到的 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当年 Proton Saga 确实是很有竞争力 当然你也可以讲是消费者没有选择 但是当时的 Proton 知道消费者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基本上就是便宜的车款而已 Shaizana Abidin 跟之前的 Proton CEO 不一样 他知道一款车不能一个设计卖好多好多年 因此在 2010 年的时候 Proton Saga BLM 的小改款就发布了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Saga FL FL 的意思其实指的是 Face Sim 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变化非常的大 而且在尾灯呢 还开创性的导入了 LED 的尾灯组 我现在讲开创性你可能觉得很夸张 可是当年的车子呢 尾灯组有 LED 的其实是很少的 有啦 Myvi 有 然后 Exola 有 但是其他的赛款就没有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连这个 Proton Inspira 这个售价达到 92000 英级的 Proton C Segment 车弹 好像都没有 LED 尾灯 但是 Saga BLM 给你了 因为这个外观的改动非常大呢 所以这个消费者呢 还是一窝蜂的去抢购这个 Saga FL 也让 Proton 在 2021 年的上半年 成功返超 Perluor 成为马来西亚销售第一名的品牌 也因为 Saga FL 的热销呢 让这个 Proton 在 2011 年的上半年 成为了马来西亚最畅销的品牌 时隔那么多年之后 他们重返第一名 这个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但是因为在 2011 年之后呢 这个第二代马力发布 所以他们就拱手让出了这个第一名的宝座 可是当年 Proton 的销售成绩 还是可全可点的 不过呢 这个 Saga FL 呢 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啊 就是虽然讲它提供了双气囊 但是它没有 ABS 没错 Saga FL 是全车系都没有 ABS 的 所以呢 在隔了一年 2012 年之后呢 Proton 就推出了一个版本 叫做 Saga FL-X 这个版本 除了把这个四速的自排变速箱呢 更换成 Punch CVT 变速箱之后 它还添加了 ABS 虽然只有顶级的版本有 但是呢 最起码他们把这个安全的部分补上了 不过呢 这个 Saga FL-X 呢 它乘也 CVT 买也 CVT 因为这个 CVT 当时的这个调教还不是很成熟 所以消费者蛮吐槽这个 CVT 敦坐感强烈 然后油耗高的 而为了延续这款车的销售成绩呢 Saga FL-X 走上了以前 Saga 的老路 例如说推出这个 Saga 的平价版本啊 只卖三万三千块起跳啊 等等等等的操作 是 确实他们延续了 Saga 的销售成绩 但是呢 也严重打击了 Saga 的二手价 你想一下 你原本买这台车买四万二 可是突然间它给你出一个便宜的版本 虽然讲配备上面有差 但是二手车商是不理这些的 你的二手价一样会被影响 另外呢 Proton 也为这个 Saga 推出了 1.6 的版本 除了提供给 Dexi 之外呢 1.6 的版本也作为 Special Edition 登场 外观设计也是有稍微的不一样 例如换上了烟熏的微灯珠 看起来还蛮好看的 而且还有专属 Bodykit 哦 可是这个 Saga 呢 在 Proton 离职之后呢 就一直持续翻售到 2016 年 前后也经历了 8 年 在 2016 年呢 Saga 才赢了第三代的盖款 在 Saga 之后呢 Proton 时任的 CEO 呢 为了延续 Proton 的销售成绩呢 他们在 2016 年推出了第三代的 Saga 第三代的 Saga 呢 对比这个 FLX 或者 BLM 呢 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改变 但是呢 他们是基于同样的平台打造 可是因为它融入了 Proton 的精髓 Proton Right Hand Ring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的舒适度 是远比这个 FLX 还有 BLM 更好的 也就是目前还在翻售的 Saga 一开始的 Proton Saga 呢 只有 1.3 公升的引擎可以选择 其实到现在也是只有 1.3 公升的 他们匹配的是 Parch 的 CVT 变速箱 很多消费者听到 Parch 的 CVT 就觉得害怕了 可是我必须讲老实话 对比起现在的 4AT Saga 我更加喜欢第三代 Saga 的 CVT 版本 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优化之后 这个 CVT 的表现变得比较不错了 而且起步的表现也比这个 4AT 的版本更好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 Saga 的 4AT 版本 在当时呢 这个 Proton Saga 同样的是主打入门车的市场 因此呢 他们有分成了 3 个车型 Standard、 Executive 跟 Premium 其中 Standard 版本是没有 ABS 的 只有这个 Executive 版本是有 ABS 的 另外 Premium 版本还给了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虽然讲它是基于 BLM 平台打造 可是原厂进行了很多优化 例如讲它的悬吊 例如讲它的隔音表现 然后例如讲车体刚性 还有这个 Power Steading 的反馈 一直到现在呢 它都是这个价位操控最好的车款 没有质疑 虽然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第三代 Saga 的 CVT 版本 但是可能是消费者听到 CVT 就已经担心害怕了 所以这个 Saga 第三代的版本呢 发布之后它的销售成绩并没有很出色 每个月都是排排在 2000 台到 3000 台左右 跟之前的 5000 台 8000 台相比呢 差距确实很远 于是在极力接手了 Proton 之后呢 Proton 在 2019 年推出了 Proton Saga 第三代的小改款车型 在这个小改款车型之后呢 销量就砰爆炸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它们更换了 Hyundai 的 480 变速箱 其实它们也重新抓到了消费者要什么 其实会买到这个价位车款的消费者 它们要的是还不错的配备 还有耐用性 而这个 Proton 的 480 呢 除了耐用性不错之外 它还给了更低廉的维修费用 因此的切中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它再次大卖 而且我必须讲老实话 这个第三代的 Saga 小改款呢 对比小改款之前呢 外观设计好看太多了 虽然只是进行了小小的优化 但是你会觉得这款车看起来更加的 premium 我刚才有讲到这个 Saga 3 代 进行了小改款之后呢 它的销量飞涨 涨了什么程度 从每个月两三千辆涨到五六千辆 一直到现在呢 它都是马来西亚市场前五畅销的车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都是 Proton 的车款 但是有时候呢 这个 Saga 会冲进前三 所以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对这个 Saga 还是蛮喜欢的对不对 也因为这样呢 Saga 在马来西亚的累积销量 已经达到了190万 是马来西亚单一车型销售最高的一款 流史以来最高的那一款哦 所以呢 我将它称为国民车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 你没有开过 Saga 你应该都做过 Saga 目前在卖着的 Proton Saga 呢 我们称为 MC2 也就是第三代的第二次小改款车型 同样的是在配备外观上面进行的油化 那么这款车会卖多少年呢 从 2016 年开始贩售 我们预计它会在 2026 年停产 前后经历十年 为什么会经历那么久呢 其实这个并不是 Proton 一款车要卖十多年 是因为这样子入门车款呢 价格便宜 原厂的利润也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如果他们不延长车子的销售周期的话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利润的 你没有办法利润 就没有办法开发新一代的车型 所以作为消费者呢 其实我是可以了解原厂一款车卖很多年的原因啦 不过呢 并不是没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因为最近呢 我们有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也就是呢 Proton 可能在进行着 这个第四代 Saga 前期的研发计划 因为呢 他们已经在开始采购相关的零件 或者是设计相关的组件 预计呢 会在 2026 年的年初看到这一款车 那么第四代的 Saga 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还是第四代的 Saga 不会再叫做 Saga 的 因为在开发的这个资料中呢 这一款车型被叫做 Saga Replacement Model 也就是 Saga 的替代款 那么我们会不会看到第四代 Saga 呢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作为马来西亚国产车的图腾呢 Saga 确实带给我们很多的东西 还有很多的回忆 所以呢 你是不是 Saga 的车主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分享下你跟 Saga 的故事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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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